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停在了江边 前面车不知道怎么了 堵在这个路上 对 那车可能坏了 是不是 然后两边总有石子 可以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 这边一直在往下划石子 所以他要停车 停车 等一下这看会不会划过去 划过啊 这个太有趣了 现在我们走的一段非铺庄路面 非铺庄路面 下雨天就怕走这样的路 这样的路还好 下面是石子 它不是泥 泥的话就麻烦了 这也算是铺庄吧 铺了一层石头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它好好的出来这么一段 因为这儿曾经山体滑坡过 然后没有应急修 只修成这样 以后等着一起看什么地方需要一起修的 就一起修了 暂时这边就是这样 它这边肯定是山体滑坡过 你看修的这个枪 回到湖庄路面 这边就是上下这种幅度大的很多 我这个车爬这种上下的山 哦 那个极边的路 那个云南那边好 对对 哎 你回来了 你看 民族超级自觉 我一会儿 这好有个位置是吧 对 哇 只要石头掉下来 直接把那个护栏砸完了 山下的风景很美啊 感觉很深 咱们现在又开始 上河 开始高海拔 对 现在已经2300多 然后估计 五公里之后就3000了 今天下了2000多米是不是 今天对 今天下了差不多2000多 然后现在又要往上 落实路段 观察通信 这边落实啊 你要看到有一点点种小沙子往下走 就稍微观察一下 因为后边是小石头 再后边就是一大堆石头 有石头的时候尽量停下来 能不过就不过 要过的话就赶快过 千万别犹豫 别停在那看 飞铺装路面 这边又是 这还有泥潭 还好就这一段 刚才一直没掏出手来拍摄 过来了 这个好像是刚滑下来 把另外一条路封了 所以把旁边又拓宽了 这应该没法再把它铲下去了吧 哇 这下面就是江啊 过去过去没问题 给油走 我听到有石头敲在咱们车身上 我听到有石头敲在咱们车身上 美丽云南 哈哈 云南 好 停吗 这边停车有点危险吧 对 那就直接往前走吧 本打算 你看到旁边的那个广告的话 加加面 对 我们本打算在这边要 停车照个相的 近当时候照个相 但是现在今天下雨啊 旁边落石有很多 所以就照相的计划取消 直接往前走了 借这儿其实应该是照照相的 但是还好有视频这个 最喜欢这种山上的小村子 你看它下面是金沙江 落差估计跟我们有个五六百米 那个村子就在半山腰上 这大车休息地方 我刚要怕它给我挡起来了 美吧 你看旁边有条小路 S型小路 看来是开车能去的 我还是看着点路吧 其实我们这边的路啊 其实挺危险的 溜车竟然 后边那卡车吓得一跳 千年盐田景区 查完之后我们就到住车地了 来 现在吃盐 吃盐 这要找人 找它那个管理人员 就要看到一个水管 旁边守两个牛 他有水管 守着牛 是牛手是水管 对对对 一样 咱们停车应该是在停车位上 下面 千年盐田 雪域盐都 这儿 我等会儿得看一下它这个海拔 目前我们把车先停好 因为现在外边还在下雨啊 就不能再往前走了 再往前走这个 路况也不太好了 所以我们暂时要停到这边 这边的风景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就是我刚才看到很漂亮的 那个村子的对面 看到那个对面有个很漂亮的村子了吧 然后中间全部都是云层 雨下的还不小 过去问一下这边 停车 警区在什么地方 停车怎么停 看着这个不像是停车场啊 不是人家的广场吧 我们停在这儿 过去问一下 刚刚问了 师傅 这里买票开这个进去 说这边也可以插电 这边也可以插电 在卫生间那边也可以 所以就是我们可能要插一个 离这个水管近一点的位置吧 博物馆在上边 然后呢 盐田是要从这边进去 但今天雨下太大了 我们可能 今天不进进去了 明天进吧 今天先在这修整一下 等雨过去之后 我们从这边再进 这目前是我们的营地 跟保安大哥说了一下 保安大哥亲自去帮我们把这个 里边的门打开 这个里边它有锁子的 把我们电线插进去 然后它告诉我们这边有 有水 又可以在这儿 安心的待一两天 待一天吧 明天走 看我们面前这个山 也是很漂亮的 那小村子特别漂亮 但小村子从我们现在停车这个位置 看不到 只能在 这个地方接水电 所以想看到还要再往前走几步 雨一直下 我们把两个旁接在一起 这样的话我们下面就是干燥的地面 这边海拔只有2000多 所以也不是特别缺氧 还好 我们到这边的时候呢 电还有97% 但是呢 现在又 那个接上电了 所以 唉 我要可能把电暖器拿出来 因为这边还是有点阴呢 拿电暖器好吗 现在就是找到了好玩的东西 这个 它要自己去调整这个360的这个角度 嗯 我们今天拿这个360的人吃早餐的时候 用了一下 马上我们就要开饭了 刚才已经在做做饭了 雨也停了 外边还挺漂亮的 看外面这些云都在山中间 想想这山有多高 所以我们现在雨还没停 有点小雨 还可以 刚才那边又来了一个东北车友 他们选择停到那边了 因为我们这个位置不能再停车 再停车的话 这边就会把人家的路挡上 今天晚上我们吃 卤鸡脚火锅 是吗 腊卤火锅 这一盆菜 当时还觉得有点不够 但是搞来搞去搞一大盆出来 够吃了 大家吃饭了